大家好 豆角不要炒好吃了 也不要凉拌吃了 今天 给大家分享一个 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倒入酥水 放点小苏打 小苏打 能够让豆角脆嫩爽口 加点醋 去腥中香 黄豆酱 甜蜜酱 加点水 表蓉化开 备用 搅拌 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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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倒入 充分搅拌均匀 备用 加油 油 烧点点豆瓣酱 炒出红油 倒入鸡蛋 鱼蛋 把鸡蛋炒入凝固 一分钟后倒入六根 一分钟后出锅装盘 豆角鸡蛋酱 我们做好了 非常好的下份菜 蘸馒头 拌面条 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清 喜欢的朋友 就来试试吧